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费马大定理》 副标题是 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1994年9月19号 或许对于你来说这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但是对于很多数学天才来说呢 却是永远的错过了一个机会 因为这一天 数学家华尔斯完成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这就像是给数学界投下了一颗炸弹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一个牵动世界各地数学家的问题 历经358年终于得到了解答 为什么一个数学问题 能够牵动这么多聪明的头脑呢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当中 数学几乎是被用到每一个学科当中 特别是物理学 从牛顿的经典引力论 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都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描述 数学成为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的语言 驱使着数学家们的正式发现真理的欲望 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英籍印度人西蒙辛格 这位辛格先生是物理学博士 曾经参与BBC获奖纪录片 地平线费马大定理的制作和导演 尽管这本书分类上是科普类 但是呢书中没有大篇的介绍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过程 而是讲述了数学家们为之疯狂的故事 展现了一个美丽而又充满智力挑战的世界 具有初中数学基础的听众能够听懂70% 有高中数学基础的几乎呢 是可以听懂90%以上 当然呢你需要仔细听 这本书一共23万字 我呢将分为三个部分 带你领略这个传世之谜的魅力 第一部分费马大定理是怎么诞生的 第二部分在费马大定理真正被破解之前 数学家们做了哪些努力 第三部分华尔斯是怎么样破解这个难题的 首先进入第一部分 费马大定理是怎么诞生的 故事啊要从古希腊数学家 欧吉里德和丢翻图讲起 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 欧吉里德写了一本几何原本 共十三卷保存完好 明朝的徐光旗还将它翻译到了中国 几百年之后丢翻图也是写了一本数学书 叫做算术 人们常说数学是研究术和形的科学 那么几何原本讲的是形的理论 而算术则是讲术的理论 算术呢原本也是十三卷 但是呢只有六卷逃脱了欧洲中世纪的战乱 流传了下来 尽管传下来的算术只有六卷 仍然是被视作数论的经典著作 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流传开来 其中法语版的算术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费马大定理 请先记住这本法语版的算术 稍后呢我们会接着介绍它与费马大定理的关系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谜题的主人费马 费马的全名是皮埃尔德费马 名字中间插入德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1601年8月20号 他出生在法国西南面的一个小镇 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这使得费马在青少年阶段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出于家庭的期盼 费马走上了文职官员的生涯 他先在家乡做一名法院顾问 费马呢仕途顺畅 一直做到当地的大法官 据说费马为官比较亲民 以体恤和宽人为怀 工作勤勉 但对职务的晋升没有多大报复 因为他把业余的时间呢 都是用在钻研数学上了 费马被后人称为业余数学之王 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呢是法官 但是也有人说费马不能够算是业余数学家 因为很多专业数学家的成就都不如他 我们罗列费马的一些成果来说明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 费马和法国数学家帕斯卡一起创立了概率论 牛顿曾经在自己的手稿上写道 他是在费马先生的画切线的方法基础上发展了微积分 就是让那个很多大学生新生们都头疼不已的东西 费马最杰出的贡献是在数论领域 例如他找到了第二对氢和树 所谓氢和树只有两个树 一个树除本身之外的因子之和正好等于另一个树 公元前毕达哥拉斯学派找到第一对氢和树 220和284 220的因子是1、2、4、5、10、11、20、22、44、55、110 它们之和正好是284 类似的 284的因子之和正好是220 在古希腊甚至是整个欧洲 220和284这一段树呢也称恋爱树 长期被认为是爱情的保护神 所以在那儿有一个习俗 将一个刻有220的苹果自己吃掉 而将另一个刻有284的苹果送给所爱的人 这是水果版的浪漫情书 2000年以后 费马找到了第二对氢和树 17296和18416 这一发现令费马民生大振 费马在数论领域成就破风 不过他的那些知识完全是自学的 主要课本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本 法语版的算术 这本算术印刷比较讲究 页边呢留有较多的空白 算术这本书上有一百多道题目 并且附有答案 费马呢就将自己觉得巧妙的解法 或者是推出的新结论写在这些空白处 16世纪以来 法国的数学家喜欢炫耀自己 常常因为自己的一个新结论而沾沾自喜 数学家呢会将获得的结论告诉别人 但是不愿意公开证明过程 或者是求解方法 费马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人 陶醉在自我发明当中 费马呢会写信给法国英国的数学家 告诉他们自己的新结论 但从来不将证明过程告诉他们 反而是挑战性的说 你能不能证明啊 所以说费马留在算术书旁的 常常只是结论 即使有证明也是含糊不清的 费马在1665年1月去世 由于他吝啬公布证明 很多成果呢 很可能是随着他的逝世而永远淹没 幸运的是费马的儿子 克莱蒙·塞缪尔将父亲一作出版 尤其是对那本 记载着费马众多发现的算术 整理出版 这本书的书名是 富有皮埃尔德费马屏著的丢翻图的算术 出版于1670年 共包括费马屏著48个 其中第二个屏著 就是我们所说的费马大定理 费马的第二个屏著 是写在毕达哥拉斯定理旁边的 毕达哥拉斯定理 在中国也被称为是勾股定理 也就是直角三角形的 两条直角边的平方 它们的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可以表达成 X的平方加Y的平方 等于Z的平方 毕达哥拉斯方程 有无穷多组解 例如345 5 12 13等等 注意680这组数 算是与345等价的解 因为它是后者乘以2得到的 没有新意 费马将毕达哥拉斯方程当中的 指数2换成了3 试图找到它的解 没有成功 改成4也无解 于是在原书的问题旁边 费马写下了下面的结论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 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 或者将一个四次密 写成两个四次密之和 或者总的来说 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密 写成两个同样次密的和 最后一句话 就是费马大定理 为了以后叙述方便 称x的n次方加y的n次方 等于z的n次方为费马方程 这里的n大于2 在这个注释的旁边 费马还加有一句 充满挑逗性的话 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 十分美妙地证明 这里的空白太小 写不下 据说啊 这一段评注 大约是写在1637年前后 但是除了那本带有 费马评注的算术 没有记载能够表明 费马曾经在别人面前 炫耀过他的这项发现 费马提出的其他结论 都陆续被后人证明 只有这个定理 一拖拖到了1994年 因此也被称作是 费马的最后定理 英文就是这样写的 Fermans Lesteren 在解开这个谜题之前 费马大定理 如何牵动着这个星球上 最有才智的人们 这就是第二部分 要讲的内容 我们接着往下说 第一个在费马大定理当中 取得进展的科学家 叫莱扬哈德·欧拉 是个瑞士人 欧拉被称为是 能解决任何难题的人 在数学的多个领域 有着非凡的贡献 可以说 如果说你碰到一个 自称懂数学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欧拉 那这个人呢 一定是个骗子 大约在费马逝世 90年之后 欧拉开始挑战 费马大定理 他原始设想 是先对一种特殊情况 例如指数是3 或者是4的情况 来证明费马大定理 然后再推广到一般 欧拉果然非凡 他从费马的一座当中发现 实际上费马在那本 带屏住的算术 这本书的另一个地方 隐约的证明了 指数等于4的时候 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 费马用的是 无穷递减的反证法 这个反证法呢 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展开介绍了 1753年 欧拉给那个提出 哥德巴赫猜想的 哥德巴赫写信 说他已经用费马的 无穷递减法得到了 指数等于3的时候 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然而呢 好的开始 并没有导致最后的成功 欧拉没有能够 将对于4和3的证明 推广到一般情况 他是这个世界上 创造最多的数学家 却在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当中 折疾而归 随后呢 人们发现 费马关于4的证明 可以推广到 所有4的倍数 如8 12 16 等等 欧拉的证明呢 又可以推广到 凡是3的倍数 如6 9 等等 于是呢 要证明费马大定理 只要证明对 5 7 11 13 这些质数成立 就可以了 从数量上讲 这一步推进是巨大的 但是从质量上讲呢 水平是不高的 因为只能算是模仿秀 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的大数学家 都是男性 那女性在数学领域就毫无立足之地吗 数学啊 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人们不相信 女性能够在数学上取得成就 所以 女性数学家的求索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法国的索菲 热尔曼就是一个对费马大定理 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 她生于1776年 1794年 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诞生 但是呢 却拒绝女生 一位叫做勒布朗的男同学 离开了巴黎 但是学校不知道 依然为她寄讲义和批改她的作业 热尔曼知道之后 冒充勒布朗 接受讲义和递交作业 著名的拉格朗日 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就是提出拉格朗日 中职定理的那位 她发现勒布朗先生的答卷 今非昔比 一下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数学天分 就要求与勒布朗先生面谈 这样热尔曼的身份暴露了 拉格朗日呢 接受了这位女学生 也许拉格朗日对数论不惊 热尔曼决定 与德国的高斯 讨论费马大定理 高斯是被称为数学之王 而费马呢 只被封为业余数学之王 高斯在数学界的地位 由此可见吧 热尔曼还是用勒布朗的名字 与高斯通信 热尔曼呢 定义了一类质数 后人称之为热尔曼质数 具体是 如果P和RP加1都是质数 那么这个P就是热尔曼质数 热尔曼证明了一个结论 如果费马大定理中的N 是一个热尔曼质数 那么方程的解XYZ当中 至少有一个数是N的倍数 他说 这个结论使得费马方程 大概没有解 我们没有看到过高斯 对费马大定理有任何研究 但是他对勒布朗先生的回信当中 说道 我很高兴 算数找到了你这样有才华的朋友 热尔曼给高斯写第一封信的时候 才20岁 一个热衷数学的青春少女 热尔曼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没有进一步的贡献 但是迪利克雷和拉梅 当然都是有名望的数学家 用热尔曼的方法分别证明了 指数是5和70 费马大定理成立 5是热尔曼指数 7不是 而拉梅的证明 是在对热尔曼方法的基础上 改进完成的 到这里 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是取得了小小的胜利 已经证明了 指数是3和4的倍数 以及质数5和70 费马大定理成立 此后 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黑暗时期 在阶段性胜利之后 法国科学院 为推进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设置了3000法郎的丰厚奖金 为了第一个 获得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殊荣 可能也是为了那3000法郎的奖金 拉梅和另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柯西 就是在微积分领域 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柯西 俩人是竞争开了 在法兰西科学院 公布奖励之后的第三个星期 他们俩声明各自已经在科学院里 存放了一个密件 信封里装有他们的研究计划 等到一旦获证之后 可以区分究竟是谁先找到了正确的入口 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月内 俩人是在争相与科学院的通报上 发表自己的最新成果 1847年5月24号 对拉梅和柯西来说注定是一个痛苦的日子 德国数学家库默尔给科学院寄来一封信 库默尔指出 拉梅和柯西的证明基础都是错误的 库默尔还断言 按照你们目前的路线 是不可能证明费马大定理的 要知道 库默尔可是数论领域的权威之一 他的信非常有分量 库默尔的信件 对当时所有在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打击 这些人都与拉梅和柯西一样 像是蒸发了 虽然库默尔给柯西泼了一盆冷水 柯西反而是对他表示感谢 他在1875年提议 将原先计划奖励费马大定理证明的奖金 给库默尔 理由是 他使我们从浪费时间的不幸当中 及早的得以解脱 1908年6月 德国实业家保罗沃尔夫斯凯尔 也是一位数学爱好者 他在遗嘱当中 为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设置了第二笔奖金 金额为10万马克 相当的丰厚 沃尔夫斯凯尔设置奖金说来 也是很有戏剧性 据说他迷恋一位姑娘 但是遭到拒绝 于是他非常沮丧 而想到了自杀 他定下了自杀的日子 交代了后续的商务 写下了给朋友们的复告 他在复告当中指明 在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 沃尔夫斯凯尔 开枪射击自己的头部 而死绑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但是距离午夜 还有几个小时 于是呢 他就找出了 库默尔的文章读起来 这是临死之人 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库默尔在文章当中 分析了法国人证明 费马大定理的方法 为什么行不通 读着读着呢 沃尔夫斯凯尔突然发现 库默尔实际上 做了一个假设 但是却没有说明 假设的合理性 沃尔夫斯凯尔想 如果这个假设 不是合理的 那么那些法国人 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路 不就又可以走下去了吗 于是呢 他全神贯注地 审读库默尔的文章 一步一步地 沿着库默尔的思路 重新证明 希望找出库默尔的错误 并建立正确的结论 不知不觉的 天亮了 他错过了 自己设定的自杀时间 但是证明了 库默尔的这点小漏洞 是可以弥补的 沃尔夫斯凯尔 为自己的这一结论 感到十分得意 意气风发 生命的美好 又呈现在面前了 他撕碎了 给朋友们的诀别信 并决定要设置奖金 推进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所以 后人又称费马大定理 为救命大定理 十万马克奖金的诱惑力 还是很大的 第一年 几乎所有的杂志 都发布了设奖的通告 收到了621份证明 第二年 杂志就拒绝 刊登这样的消息了 因为 分飞而来的信件 严重干扰了 他们的正常工作 然而 在这阵子 废马狂热当中 很少有正规的 数学家参与其中 反而呢 正规数学家 为废马大定理 提供的 恰恰都是负面的消息 到了1931年 多少东西的保质期 都过了 数学家们也都开始怀疑 废马大定理的证明 是不是敲错了门啊 这一年 戈德尔提出了 不完备性定理 根据这个定理 废马大定理 有可能是 既不能被证明 又不能被否定 索性 30年后 年轻的数学家 科恩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 数学家们呢 用科恩的方法 去判别废马大定理 谢天谢地 废马大定理 不是不可判定的 粉丝们 总算可以 继续努力了 我们的主角 揭开废马大定理 谜底的人 终于要登场了 安德鲁华尔斯 1953年 出生于英国 1963年 10岁的华尔斯 读到了贝尔写的一本 科普读物 《大问题》 书中提到 废马大定理 华尔斯在30年后 回忆10岁的时候的情景说 他看上去如此简单 但历史上 所有的大数学家 都未能解决他 那里正摆着一个我 一个10岁的孩子 能看得懂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起 我知道 我永远不会放弃他 我必须解决他 华尔斯 由此 钟勤数学 1973年 他毕业于 牛津大学 莫顿学院 获数学学士学位 随后开始了 他在剑桥大学 克莱尔学院的 研究生学习生涯 导师是 澳大利亚人 约翰·科茨教授 科茨教授知道 华尔斯 中勤费马大定理 但是他认为 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 研究费马大定理 是不可能的 他为华尔斯制定了 椭圆曲线的 研究方向 后来证明 科茨教授的决定 是华尔斯 通向成功的 关键点 华尔斯研究的 问题是 椭圆方程 有没有整数解 和有多少组 整数解 乍一看 除了整数 这一点之外 椭圆曲线问题 与费马大定理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花开两头 各表一致 战后的日本经济 慢慢复苏 1950年代中期 日本出了两个 杰出的年轻数学家 古山和志村 他们在大学里边相遇 两个人都是才20多岁 志村的性格有点古怪 比较传统和保守 天刚刚亮 就起床投入工作 古山则是那种 心不在焉的天才 邋里邋遢的 大中午的还在呼呼大睡 这却是成了 志村羡慕的一种品质 古山天生就有一种 犯错误的本领 尤其是朝正确的方向 犯错误 志村呢 就常常的试图模仿他 结果发现 要犯好的错误啊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他们俩研究了一种古怪的数学对象 称为模型式 这是19世纪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要完全讲清楚 模型式的定义和运算 相当复杂 我们只要知道 它是与加减乘除并存的一种运算形式 具有平移 旋转 中心对称 和轴对称的性质 一个椭圆方程 一个模型式 看上去 似乎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孤岛 1955年 在东京举行的一次 国际性数学界的会议上 包括古山和志村在内的日本数学家 向会议提出了一份报告 报告当中 罗列了他们正在思考的36个问题 古山一个人提了四个 其中包括 椭圆方程和模型式之间 可能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这个问题后来就称为 古山志村猜想 很多人认为 古山志村猜想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想怪论的时候 一些著名的数学家认识到 两个看来不相干的领域的碰撞 一定会擦出异样的火花 在名家的支持下 古山志村猜想成为很多研究成果的基础 那些论文说 如果古山志村猜想成立 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这样那样的结论 其中有一个推断 是弗莱提出的 他将费马方程和椭圆方程联系在了一起 弗莱说 如果古山志村猜想是对的 那么费马大定理就是对的 在椭圆方程领域小有名气的怀尔斯 跃跃于世了 那是1986年夏天 他已经有资格在美国普林斯顿做研究了 怀尔斯决定做独行大侠 他将自己封闭起来 不与别人讨论 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在挑战费马大定理 一来他是害怕 不能够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而被一笑大方 二来是怕别人利用他的成果 节足先登 除了必要的数学工作 他放弃了一切与费马大定理无关的学术活动 偶尔发表一篇小论文 也是为了迷惑周围的同事 只有他的夫人内达知道 他在做证明费马大定理的准备 1988年3月8日 怀尔斯在纽约时报上 看到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公港洋溢 用微分几何方法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意识非常失落 好在后来证明这只是一次乌龙 证明当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错误 怀尔斯又振奋了 他整整花了18个月 熟悉了这些年 在椭圆方程和模型式的全部进展 那时已经是1988年底了 怀尔斯决定采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 一开始他的证明还是很顺利的 直到1991年最后一步证明受阻 他走投无路 决定回英国去参加一次 椭圆方程的学术会议 一方面是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什么启发 另一方面也就是为了散散心 会上他碰到了导师科茨教授 无意当中听到了一种叫做科利瓦金的方法 科茨教授说 他的一名学生正在用这种方法研究椭圆方程 怀尔斯回到普林斯顿 花了几个月去熟悉这种方法 可惜他不熟悉其中的代数知识 万不得已呢 他只得向他的同事凯兹吐露 告诉凯兹 他正在研究费马大定理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993年5月 在凯兹的帮助下 怀尔斯终于完成了最后证明 他挑选6月 在剑桥举行的学术会议上 宣布他的证明 他的导师科茨正好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 怀尔斯提出要在会上做三次演讲 科茨让出了自己演讲的机会 让怀尔斯三次登上了会议的讲台 第一次报告当中 怀尔斯没有宣布对古山至村猜想的证明 但是他说了自己正在向那个方向前进 他还有两次报告 关于最后的结果他非常保密 第二次报告当中 也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 怀尔斯透露 精妙之处将出现于明天 第三天的报告 已经没有悬念可言 他宣布了自己 已经成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剑桥大学数学研究所的所长 甚至是事先准备好了香槟 当怀尔斯说道 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 会场爆发了今九不息的掌声 好事注定是多么的 按照沃尔夫斯凯尔遗嘱的规定 怀尔斯的论文必须在杂志上发表 并且经过两个月无人质疑 才算正式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然后发奖 会议之后 怀尔斯将论文递交给数学发明 编辑梅秀尔选了六位审稿人 怀尔斯的同事凯兹教授 担任了最重要部分审稿 为了慎重 凯兹请了一位法国教授 一如其作为共同审稿人 两位审稿人不断地将发现的疑问 与怀尔斯讨论 这样延续了三个月 八月间 审稿人发现了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错误 而对于这个错误 怀尔斯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到了十一月 怀尔斯的论文还没有发表 一时流言似及 到十二月 论文还没有发表 数学家们已经没有了信心 报刊的记者更是大作文章 认为这又是一次乌龙 更有甚者 1994年4月3日 很多数学家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写道 现在费马大定理真的出现了 使人惊奇的进展 诺姆埃尔基斯宣布了一个反例 终于证明费马大定理是不成立的 诺姆埃尔基斯曾经指出过 欧拉的一个猜想是错的 因而成为反例专家 怀尔斯看着电子邮件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甚至他都不敢去验证一下 这个反例对不对 还好 不久呢 人们发现这只是愚人节的一个笑话 十四个月过去了 怀尔斯还是一筹莫展 1994年9月19号 怀尔斯决定对自己的证明做最后一次审查 他突然发现 一个长期被自己遗弃的工具 就是他的导师提及的颗粒瓦金方法 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错误 惊喜若狂啊 怀尔斯立即写下了证明 他回忆说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到十一点钟 我完全放下心来 他说 十月内达的生日就要到了 我可以送上去年承诺的生日礼物 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了 论文发表在1995年5月的数学发现上 长达130页 这次真的没有问题了 怀尔斯在费马大定理当中沉浸了八年时间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他感受到无比的轻松 同时呢 也是有着一种失落感 他说 费马大定理是我童年时代的恋情 没有东西能够取代它 我将尝试别的问题 也将再次获得一种成就感 但是呢 不可能有别的问题 能够像费马大定理那样 使我神亡 以上就是费马大定理的故事了 一个困扰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题 充斥着数学家们的努力 彷徨 失落与惊喜 总结近20年来数学问题被解决的经历 首先是1994年 华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 后来是2003年 佩莱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 最近是张一堂在2014年证明了弱化 孪生素数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突破前人做法 引进新的工具 这些成功正是在印证数学家 长期追求的一个愿景 数学的各个分支是相通的 而数学上的每一次突破 都会给科学家解释这个世界 带来新词汇 好 费马大定理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